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各位來賓早安 歡迎各位今天 前來參與外交部所主辦 資撤會所承辦的 從數位創新 談科技人外 及國際發展合作研討會 今天我们特别特别邀请到行政院政委员唐凤 以及无任所大使PZ宏董事长张宏志 分别就政府及企业角度扑西 如何持续强化运用科技 加强推动国际发展合作之可行做法 同时邀请财团法人 国际合作发展基金会 李百博副秘书长 以国合会之通讯计划为例 探讨科技圆外与全球趋势 稍后的演讲与对谈内容一定非常精彩 今天活动开始 我们首先邀请外交部蔡明耀主任秘书 来为今天的活动开场致辞 让我们掌声欢迎蔡景律 对不起 我只能照念 因为在这方面我是陌生的外星人 所以允许我按照我们国经事准备的讲稿 来跟各位报告 宣政院唐政务委员 吴任所大使赞董事长 佛罗会李副秘书长 还有我们主持人高副教授 以及我们这里的政官长 各位代表 各位先生 各位女士 各位媒体记者 大家好 大家早 我今天很荣幸代表外交部出席 从数位创新谈科技原外及国际发展合作研讨会 这项研讨会邀请到各位学者专家齐聚一堂 针对科技创新与原外国际发展合作议题进行交流 相信成果一定是丰硕的 并作为政府未来原外政策的参考 本人仅代表外交部吴副长 向各位表达最诚实的欢迎及感谢之意 特别是我们行政院 党政务委员的支持与指导 非常地感谢 今天是科技部教育部及本部共同主办合办的 科技原外成果展台北厂开幕日 我们特别规划这场研讨会 邀请专家学者共同来探讨 如何加强运用科技 推升原外与发展合作 我们都知道台湾在1951至1960年代的经济状况 和现在许多开发中国家一样 接受来自国际组织及先进国家的外援 经过半世纪以上政府与全民的共同努力 我们达到现在已开发国家的水准 回馈国际社会是力所当然的 我们有能力有心意与相关国家 建立双赢的合作关系 台湾由受原国转变为原入国货 原外内涵从早期的农民渔木业 原来随着数位科技的快速发展 各项资通讯合作方案重要性日争 我们台湾市资通讯产业创造 制造大国 高科技产业表现卓越 我们有世界第一的晶圆代工 全球举足轻重的半导体 升级及奈米产业等 当前我们智力各项软 硬体资通讯设备的应用与整合 如人工智慧、物联网、工业4.0 智慧城市、区块链、大数据 及云端计算领域等 我们的目标是成为数位应用强国 我们希望加强运用科技 协助友邦及开发中国家 解决问题 协助我国厂商布局全球 提升台湾的国际影响力 这是我们今后 园外工作的重要的课题之一 为分享台湾科技发展的果实与经验 协助友邦缩短数位落差 外交部围请国合卫推动的多项资通讯援外合作计划 例如中美洲地理资讯系统GIS应用能力提升计划 贝里斯及圣克里斯多福及尼维斯资通讯计划 圣路西亚资通讯及政府广域网络计划 斯瓦基兰 现在是改为斯瓦帝尼 电子文件暨档案管理发展计划 及巴拉圭医疗资讯管理效能提升计划等 他们的结果不仅有助改善当地民众生活 广受友邦肯定也落实联合国公布的 2030年17项永续发展目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及其指向目标善尽国际社会议员的责任 感谢国立台湾科学教育馆的大力支持协助 提供这么好的场地举办研讨会 期望经由这次研讨会分享理念激发思维 进而提供建言为科技源外及国际发展合作 建构新方向 让全世界认识并肯定台湾对全球的价值与贡献 更感谢各位贵宾热心参与 有你们的参与才有成果 并祝福研讨会圆满顺利成功 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谢谢大家 大家反正谢谢蔡主力也请蔡主力先留步 我们先邀请今日三位雨潭贵宾主持人 司长馆长与蔡主力一同合一 我先邀请你一位 我先邀请你一位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谢谢各位贵宾 各位贵宾请为座 那接下来我们将进行专题